第38題,將三個電阻器R1、R2、R3與電池伏特計及安培計連接成不同的電路,如下圖所示 以之三個電阻器的電阻大小順序為R1大於R2大於R3 實驗過程中皆遵守歐姆定律,圖中所使用的電池皆相同,電池的內電阻忽略不計 四個電路圖中安培計的讀數大小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那麼這裡的安培計讀數就是所謂的總電流,總電流要用總電壓跟總電阻去算 那麼這裡的總電壓都是兩個電池的電壓 根據我們的公式V等於R或者是R等於R分之V 當我們的電壓是一樣的時候,我們的電流會跟電阻乘反比 所以我們如果電阻越大,我們的電流就會越小 如果我們電阻越小,電流就會越大 已經知道如果我們把三個電阻串連,那麼它的電阻會增加 那麼把三個電阻併連,它的電阻會減少 所以從途中可知,我們丙的電阻是最小的,而丁的電阻是最大的 那如何判斷甲乙還有丙丁的關係呢?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甲,是R1跟R2併連之後跟R3串連 所以我們的甲的電阻就會比我們的R3再大那麼一點點 多了一個R1跟R2併連的電阻 同理我們的乙的電阻就會比R1大那麼一點點 多了一個R2跟R3併連後的電阻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,我們的電阻的大小應該是丁最大 然後是乙,然後是甲,然後是比 所以我們的電阻的大小是丁大於乙,大於甲,大於比 那麼我們的電流跟電阻乘反比 所以我們電流大小變成比,大於甲,大於乙,大於丁 因此第38題問我們說4個電路途中安培計的獨處大小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乙,乙,小於乙